大家好,我现在江苏无锡 我身后是薛富城故居 江南第一豪宅 走,我们进去看一下 这条路叫健康路 路两边的树叶 等到秋天的红了 会特别的美 看一下对面的那个大楼 我走的时候 我从无锡离开的时候 旁边的两栋楼在打地基 现在已经快封顶了 这个无锡的高楼增长速度 可以说是相当的快 再往前走左转弯 前面看到的那个就是薛富城的故居 已经走到门口了 这边写着薛富城故居古建筑群 这个地方优待镇应该是可以用的吧 我来看一下 已经进来了 这个里面优待镇畅通无阻 可以免费参观 门票是多少我也不知道 以前我也进来过 以前是用园林卡 在无锡的时候 你肯定是办那个园林卡嘛 然后这边是穿的古装的衣服啊 江南三大号宅我全都逛过了 看一下这个大唐中间 那边还有连顶轿子 我们过来欣赏一下 浙江杭州是 红顶商人胡雪岩的故居 我也就看过了 然后无锡的就是薛富城故居 在扬州的时候也是有一个名人故居 是谁我不记得了 反正江南三大名宅全部都走过了 这里被称为是江南第一豪宅 从我看过的几个豪宅当中 要论面积 它确实是最大的 胡雪岩的那个故居 在杭州市中心实际上也是挺好的 走继续往里面参观 哇那个高楼增长的速度 真的是相当的快啊 从不同的角度再来欣赏一下啊 它这个里面是有后花园的 走我们去往后花园那边边走边看 这边就是古时候人家的大客厅 它这个椅子的话质量特别好 我估计这一把椅子 至少在70斤到100斤左右 就是特别的重 真的我用手试过 一只手提不起来 看一下这边的这个桌椅板子啊 刚才那个椅子我用手试了一下 我估计大概在 60斤左右 就这个椅子别看得很很细 至少都在40斤以上 非常的重 穿过这道门继续往里面走 它这个古建筑始建于明代1520年 那到现在也有好几百年的时间了 嗯 它这里面至少有四个四合院 走到头就是 那个叫什么 后花园了 刚才那个椅子60斤 那这个椅子应该差不多 反正很重 60斤到70斤左右 穿过这道历史的城门 我们继续往这边走 不对 不能叫城门 这就是房门 相对来讲 比赏花的那些景点是不是好很多 赏花的景点 你还想这么自由自在的 那都是人山人海 继续往这边走 像这个客流量是最好的 对吧 三三年年的 人又不多 出来看风景吧 也不拥挤 你像现在武西进入赏花季 那家伙人山人海 根本没法玩 你还想这么安安静静的 看一下后面的那个现代建筑 这栋楼好细 而且还造的那么高 厉害啊 薛富城1838到1894年 是伟大的思想家和外交家 我们继续往这边走啊 这个已经走到了后边了 穿过这道门 应该就能走到后花园了 这个房间确实够大呀 这个客厅 哦不 这个院子 对吧 这个院子怎么样 哦 这个大楼就在旁边了 这连东楼 已经长得很高了 估计快要封顶了 走 去看后花园 这个后花园还是非常好看的 我连年前进来过一次 还是挺好的 在武西来讲 这个地方 嗯 现在是绿树成荫啊 哦 这个树特别的懒 它也终于发芽了 这个角度看这个高楼大厦 全方位无这档 我说的很细的这栋楼 就是中间的那栋楼 和旁边的右边的那栋楼是分开的 所以说它显得很细 这个地方还有个喷泉呢 这应该是水泵打的 这个后花园再往后面走 就是院墙了 结果没有了 哦 这个石都是假的 我觉得还是真的石都好 江南园林都是这样的亭台楼阁 尤其是这个 这个种廊桥的设计 在桌震园里面有 我前几天从那个江英那边 有一个园林和这个也是相似的 都是有这种廊桥的设计 穿过这个门 哦 这边看到的又是另外一番不同的景象吧 安静 怎么样 不像那个赏花的景点 那全是人 你还想这么悠闲自在的在这里拍照 在这里溜达 不可能 你两个坐的地方都没有 真的 那太累了 所以说平时出来玩的话 我就喜欢像这样 人少一点 这样比较好吧 这边看到的等一下又不一样 这里的环境特别好 穿过这条门往右边看 右边这里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就是阿姨站的这个位置 在这里拍张照 是不是很好看 哎呀 这个角度真完美 哎呀 不得了 不得了 这么好的今天人们不来 哎呀好 留给我 我喜欢 因为大家都跑去赏花去了 现在这个季节 武夕就是赏花的 梨园 源头主 那边都是赏花的 最核心的地方 然后我也站到阿姨这个位置来 看一下这个角度是不是更好 哦 我懂了 就这个桃花 那个这个桃花在梨园里面特别多 我今天下午重点去 就看了个梨园啊 去看他这个桃花 嗯 我以前没见过的时候不知道 见过以后才明白 他这个桃花为什么好 等我到梨园的时候 我近距离拍给大家看 海棠花已经快结束了 行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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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见